youtuber蜜菲在去年8月产下爱女李小恩之后 升格为新手妈妈 日前她在社群上透露生产过后的几个月 她的腿部出现毛囊脚化症状 起初她以为只是小粉刺 但随着颗粒开始从大腿蔓延到小腿后 她便赶紧去医院就诊 没想到却被医生告知 这种病一辈子都无法根治 蜜菲也晒出当时症状严重的照片 只见她的双腿布满了红点 而天气的变化也会使症状变得更明显 她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改善 随后也变得越来越讨厌自己 甚至挤压那些 一辈子都不会冒头的粉刺来解压 却留下了不少伤疤 蜜菲坦承缠后的漏腿罩 都是修图后才敢发出 但是她依旧勤于保养腿部 希望能借此来缓解症状 索性经过了长户达半年对抗后 蜜菲终于勇敢穿上比基尼 化身为她梦寐以求的辣妈了 大腿的状况看起来也好很多 可以向网友分享自己的治疗方法 希望能够帮助到别人